许比许比 二位许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极其风 娱乐侠喜八面汤 大家好 我是孟佳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 首先来分享一个关于电影方面的最新消息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专业杂志之一 今天的帝国杂志最新一期 是评选出了最新的全球百大家片 在这样的一个榜单当中呢 教父 星球大战 蝙蝠侠 黑暗骑士 名列在前三位 肖胜客的救赎 夺宝骑兵和魔戒系列 也是成绩不俗 那其中呢最高名次的爱情片是 卡萨布兰卡 排名在第28位 近年来的大片名次最高的是 银河护卫队 名列第34名 爱乐之城 则排在第62位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呢 不如趁着自己空闲的时候 来欣赏一下这些佳作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来看娱乐快选 福布斯30岁以下亚洲杰出人物榜 刘文 吴亦凡在内 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揭晓了 2017年30岁以下亚洲杰出人物榜单 来自十个领域的300位杰出青年上榜 入围榜单的有超模刘文 歌手吴亦凡 拥有名将复员会等 中国几乎占据了榜单五分之一的名额 据了解 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青年领袖榜单 每年评选一次 主要以福布斯官方甄选和 社交媒体投票的方式选出 重点在于这份榜单的入选率仅为4.8% 甚至比哈佛大学的录取率还要低 风采依旧 李小龙罕见彩色高清实战片的曝光 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促世距今已经44年了 但其精湛的中国功夫 依旧为国内外媒体精湛乐道 最近有粉丝上传了一段李小龙生前的影像 视频中李小龙和清传弟子黄景仁对打 面对徒弟的拳脚攻势 李小龙沉着应战 出拳后发先制 并抓住对方步伐的漏洞将其击倒 一直以来 李小龙的演员身份让不少人误以为 他的功夫只是花拳秀腿 但视频中和徒弟对打的李小龙 使用的都是实战技巧 影片拍摄于1967年的美国加州长滩 虽然之前一直有留存 但普遍都是黑白版本 这次的彩色高清修复版实在是难能可贵 女排奥运冠军慧若琪硕士毕业 场上凶狠唱一下学霸 说到女排队员慧若琪 大家脑海里浮现的一定是她1米89的大个儿 这个女排国家队的主攻被大家誉为最会用脑子打球的选手 慧若琪不仅球场得意 学业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昨晚慧若琪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毕业照 配文6月毕业季 谢谢我的学校老师和同学 粉丝们也纷纷送上祝福 庆祝其完成学业 嗯 姑娘真是四肢发达 头脑可一点都不简单 前方编辑中文报道 好的 娱乐开心之后呢 接着呢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身边事 第19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正在我们新城长沙举行 这可是咱们全国大学生最高级别的篮球盛事 熟悉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观众都知道呢 扣篮大赛和三分大赛 作为每年全明星赛的热场 电场热身 一直呢都是最吸引人眼球的一个环节 像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会设置的全明星赛一样 昨天晚上的第19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明星赛 也是在长沙民政学院的大运馆上演 咱们中国大学生的篮球联赛 当然也少不了这样展现中国当代大学生个性和风采的机会 在昨天晚上的大运馆内呢 大学生们是一个个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展现出了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水准 无论是扣篮还是技巧 都让现场的观众看得眼花缭烂十分过瘾 而最为称道的是在三分球大赛当中呢 来自清华大学的篮球女选手竟然是力压众多男队员 最后夺得了三分九远头冠军 真的是经过不让蓄美 全明星赛是一场球迷和球员的大连欢 除了正赛之外 技巧大赛三分大赛和扣篮大赛是同样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这一次的全明星赛在技巧大赛和三分大赛更是采取了男女混合之竞赛 男女球员同场竞技 如果说技巧大赛是经锅不让蓄美的话 那在三分大赛的比拼上就是经锅胜过蓄美了 来自清华女兰的十九岁小将石明延击败了众多男子选手 夺得冠军 十二分 十三分 恭喜清华大赛 虚明延 这一次获得了三分大赛的冠军感觉怎么样 非常棒 因为这个球不一样 跟女士用的球不太一样 投起来可能不投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能够获得非常不容易 前两项比赛更加注重的是球员的技巧性 而之后的扣篮大赛就是暴力美学 看着一个个七尺男儿原地起飞暴扣 是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 科比诗的胯下扣篮飞约六人扣篮 无疑不展现了这群篮球热血青年逆天的身体素质 我对自己比较有自信 然后今天的整个状态感觉怎么样的 我今天很兴奋 增计了这个场上的气氛我很喜欢 经过全明星短暂的休整 在今晚的七点半 本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总决赛 将在中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展开争夺 到底中南大学能否在家门口捧起总冠军奖杯呢 我们一起来为中南大学加油吧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那就是作为东道主的中南大学是历史上第一次 杀入了最后的总决赛 将会在今天晚上与实力强劲的北京大学 对最后的总冠军发起冲击 在这儿我们也为各位同学们加油打气了 昨天晚上的全明星赛是连续第二年举办 在此前一年的基础之上 今年的全明星赛还融入了很多新鲜好玩的元素 大赛在即就让我们先去现场放松一下 昨晚在长沙明镇学院 第二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明星赛火热开战 全明星赛作为一场表演赛 球员们少了一些竞争压力 在场上更多的是享受比赛的乐趣 为球迷们奉上了精彩的对控表演 全明星赛分为南北两个赛区 身穿浅色球衣的是南方全明星队 身穿深色球衣的则是北方全明星队 队员也是由各队的主教练推选两名队中的精英 最后由广大网友在这些候选名单中投票产生最后的人选 中南大学新进的核心球员刘志伟成功入选了全明星首发名单 全面东方取家是周围联赛中最好的风险摇摆人之一 欢迎中南大学刘志伟 最终北方明星队以103比88立刻南方明星队 现场除了花售的比赛之外 众多精彩的表演节目也是全明星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表演既有年轻人喜欢的说唱歌曲街头舞蹈 还有国粹川区遍连美猴王表演等等 令观众适应接度侠 昨晚城商民政学院也是汇集了大批的篮球爱好者 除了对体育情有独钟的男性球迷之外 先锋记者也是发现还有很多女性球迷和小球迷也是到现场来欣赏球赛 感觉很帅 那你最喜欢哪个球员呢 最喜欢各场大学八号的那个张子春 在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观众的很高的热情 你也是很喜欢打篮球啊 对 我们都会篮球 我们都在篮球队的 篮球除了赛场上的竞技部分之外 它更是我们热爱的运动 举办全明星赛也是旨在让人们 更加关注篮球运动本身所带给我们的快乐 爱上篮球 享受篮球 节目记者长沙彩排报道 好的 那么继续呢 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 将会在2018年大年初一上映的魔幻电影西游记女儿国 近日呢是发布了倾国倾城版的海报 片中呢备受期待的赵丽颖国王造型是首次重磅曝光 从女巷陆珍到特宫楚桥 赵丽颖可以说是凭借自身的努力 终于走上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 是眼镜显王者风范的一国之军 由赵丽颖国富城冯绍峰出演的电影 西游记女儿国备受关注 今天片方发布了国王倾国倾城版海报 赵丽颖的国王造型首次曝光 海报中赵丽颖头戴金灿灿的皇冠 身着纯白的华服 回眸凝视前方充满期待之情 宫殿后一轮朝阳徐徐升起 脚下则雪斑斓的子母河水 整体画风雄昏王者之气境险 在女儿国大典之上登高回望 西游记中女儿国国王与唐僧之间的情感纠葛 是整部小说中唯一的情难 在原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电影版西游记女儿国则进行了一定的改编 主要讲述唐僧师徒途经望川河 因激怒河神而误入西凉女界 而当他们到来之日 便是女儿国走向毁灭之时 这次我是真见识到了 就我们的正老院导演 拍的这部戏真的 就是比我们还要行 他连叫都不能睡 片方同时也发布了电影的拍摄花絮 作为全球超级制作的标配 在内地市场更是破天荒地创下了纪录 8万平米的外景搭建 11个内置棚井1万平米的服装道具间 历时半年从旋井到副井 再到横跨四省的实景拍摄 超过千人的摄像和制作团队 启用了上百种重型拍摄设备 西游记女儿国堪比好莱坞的重工业电影制作水准 也是此次超前合作的见识基础 西游记系列每一部都会在华语电影制作特效方面 树立新的行业标杆 而此次师徒四人将携手共闯西游路上最难闯的秦官女儿国 带来不一样的西游之旅 影片预计2018年大年初一会与观众见面 先锋边境正在报道 说实话呢真的还是挺期待的 就像最近微博上热传的那样 赵令在拍戏的时候坚持不用替身 自己呢亲自上身可以说呢是吃了很多的苦 那曾经呢他之前的星途也坎坷过 与这个其他的艺人传过绯闻 也和其他艺人的粉丝对差 甚至自己的前经纪人呢也和他说文化水平低等等 这些负面新闻呢是拉低了他的人气 不过呢从陆真传奇到珊珊来了 再到花千古老九门青云志 然后呢就是现在热播的楚桥传 从滚出娱乐圈到收视小公主 赵丽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接受任何专业演员训练 但是呢他就像楚桥传里的楚桥一样 身上呢有一股倔劲 这种对抗命运对抗的设定 让更多人开始欣赏他 近日楚桥传的热播 无疑是将剧中的一众女员都推上了话题榜 作为女主角的赵丽颖 当然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他一个人大战恶狼的这场戏 看得让人心惊肉跳 他用眼神把千孔又勇敢的内心戏码 诠释得很到位 在剧中出色的演技和拍片时的吃苦耐劳 都让他获得了一致的褒奖 这些称赞并不是他轻而易举就获得的 而是靠他一朝一夕 积累而来的 从新环珠格格到陆真传奇 再到珊珊来了花千古等作品 他合作过的伙伴 没有一个不说他是一个坚强勤奋的女孩 近日先锋编辑 无意间看见赵丽颖在某个演讲节目中 第一次把他自己向大家诉说时 小编被深深的触动 也让我们体会到了 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 蕴含了大大的能量 演讲中他没有卖餐 没有抒情和刻意拔高利益 只是平铺直续地 讲述了自己的精力和努力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他是一个在否定当中成长起来的演员 从夜十一年 前七年的默默无闻 龙套 配角和质疑 都练就了他的坚韧和毅力 面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避讳 反之他认为 但是就是这样的农村生活经历 我练了我坚强的农村 也造就了我 如今坚韧顽强的个性 成就了今天的我 的确英雄不问出处 虽然出生于农村的他 06年靠雪秀出道 出演了冯小刚的广告片 进入影视圈 但是之后到新环珠格格展露头角 再到陆真传奇的女主 可花间蛊惑的精英甲 以及成为当下的收视女王 一步步走来 都源于他对梦想的坚持 和对职业的踏实 他想做一名好演员 想用角色来感染观众 所以出演每一个角色 他都会把自己带住进去 用心诠释 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角色 去表达一些什么 去表达我当时的状态 我不想说自己一路成长的经历 是不想让别人给我设立一个悲情的人设 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感受到 具有行动力的正能量 不是喊喊口号而已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 我在过程当中有做了些什么 我为什么能有今天的这样的成绩 陆珍传奇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我 我当时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了 陆珍这个角色里 我可以感同身受地 去把这个角色演出来 我相信也是这份坚持打动了观众 正如赵丽颖对自己的总结 入康前十年 他是陆珍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 获得成绩 如今他更像是楚桥 代表着他对未来的憧憬 去坚持理想守护信仰 他觉得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走下的每一步都留有印记 不要去做无谓的口头斗争 用实力证明自己足矣 身为演员的他也希望 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能给时代留下符号 和给他喜欢的观众带去正能量即可 这也就是他一直怀揣的那个 小小的英雄梦 先锋编辑正面报道 努力的人最可爱 在这儿为所有脚踏实地 认真做业务的人点赞 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 小宝宝的口腔健康 知道现在的一些父母 会给孩子用安抚耐嘴 同时有一些人也会选择用牙胶 那到底这两种东西 哪种对孩子的口腔健康更好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怎么生 宝宝到了磨牙的阶段都会需要牙胶 一般情况下宝宝从第四个月就开始长牙齿 妈妈可以根据宝宝的出牙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牙胶 牙胶的好处还真不少 那与牙胶一起被称为育儿神器的安抚奶嘴 是不是对宝宝的乳牙发育也有好处呢 国外的很多宝宝都喜欢使用安抚奶嘴 男神贝克汉姆他的宝贝女儿四岁了还在使用 乍一看这个安抚奶嘴就像是他的街牌道具 拍起照片来颇有超模风范 现在很多明星呢 怕宝宝哭闹 开始给自己的小孩用安抚奶嘴 看来确实是挺好看 但是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可能会对宝宝杀下河骨发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可能会造成牙齿不齐 下河腹缩 包牙 外翻等也不激情 原来童鼠育儿神器的安抚奶嘴在功效上 与牙胶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个漂亮的安抚奶嘴只能安抚宝宝的情绪 但是一个好的牙胶却可以缓解宝宝在长牙期间 发生的牙龈痛痒 牙床灼热等症状 更可以锻炼宝宝的咬咬和动作 小编再次提醒各位家长 当宝宝开始长乳牙的时候 一定要将安抚奶嘴灌成牙胶 才更加有助于宝宝牙齿的健康成长 好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知道了这个小秘诀了吗 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 还是给自己的宝宝准备一个适合他的牙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学比学比 阿贝学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即先锋 娱乐侠喜拔面汤 大家好 我是孟佳 千呼万唤使出来 6月23号 也就是下周五呢 变形金刚舞将会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虽然说呢 现在咱们还看不到电影有点着急啊 没关系 今天晚上呢 咱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变形金刚舞中国区的片围曲 是咱们最喜欢的结歌唱的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